我们分两阶段来撰写这个程式 第一个的话先找高明明这个人 他在哪一个单位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需求 我希望把这个高明明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 在哪个范围呢 特别注意这有点像跨工作表 去帮我比对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储存格 比完之后呢他基本上是怎么比 一个一个一个的比 那比到之后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他找到的这个储存格的同一栏 同一栏就居栏的第一列就可以了 反正他一定是同一栏的第一列 把同一栏的第一列的资料帮我带回来 带回来就复制 所以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跨工作表复制另外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到这个储存格 那复制我前面讲过了 中间加等号就可以了 只是程式该如何写 首先第一个 一个模组 Sub 锁组单位 固定SOP 再来的话呢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找的那个范围 这个范围其实蛮大的 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for i 等于第二到八 然后呢for j 等于一到七 可是问题你会两个回圈 那我教各位另外一个写法 如果你要简化程式的话 只要写成什么 写成叫for each就可以了 for each的话就不用两个回圈 但是要写一个for each for each 那后面的话加一个变数 变数名称自己取啦 我喜欢叫sell 你叫see也可以啦 ok这个名称自己取 然后呢for each sell in 后面就是给他一个范围 range 哪个range呢 跟他讲说 我从那个A2 到G8 ok然后呢 enter两下 一样打nest 那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呢这个range 它指的就是 其实这个范围 应该没问题 可是呢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说 它是在这个工作表 那将来我们按钮是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跨工作表 那跨工作表记得 你还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在这个range前面 多增加哪一个工作表的叙数 然后会用到一个物件叫sheets shet 刮糊 然后里面跟他讲第几个工作表 那习惯用1好了 第1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ok 所以你不要找错了 如果没有给那个什么呢 sheets的那个正确的位置的话 那他可能会找到这个里面 这里面当然就没有了 ok 那当然你可以给他第几个工作表之外 你也可以给名称 不过如果你是第1个 固定在第1个位置的话 那ok 可是如果你要名称的话 记得 把这个名称 我把它点凉到复字 记得在这边加个 前后一定要加双以后 数字不用加双以后 但是名称需要 这样各单位人员 你帮我去找一下那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什么呢 所以第1个 每一个一个 他就把这个范围里面 正小名先放在sale 成大名再放sale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 比对 所以比对什么呢 如果一副 假如呢 高明明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我一样用sales好了 哪一列呢 第二列 哪一栏呢 A栏 A栏里面 这里面就放高明明 然后如果等于sale sale指的是他 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 然后空一格 那他会先帮我比第1个 再比第2个 再比第1次 1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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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and if and 了两下 打个and if 习惯 好 那如果呢 一样的话啦 这个叙述 如果我找到高明明之后 你要做什么咯 那就 把高明明带回来吗 但不是啊 如果把高明明带回来 其实就怎么样 就是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把高明明 这样子 把这个高明明带到 不不 带到这边的话 应该是把这边改成B 放在B2里面 那我们来执行啦 如果这样执行的话 理论上他这边执行结果 所属单位就变高明明 不对啊 我把高明明带回来干嘛 我不是要把高明明 而是把高明明同一栏的 第一列资料带回来 那统一列第一栏怎么带回来呢 特别注意哦 这关键来了 那因为呢 第一个 它是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 那这里可能要多学一个 叫做.column 所谓的.column 意思就是这个储存格在哪一栏 所以呢 如果说你返还的话 本来他高明明嘛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返回来的话 那就会是什么 第一列 同一栏的话 就是这个储存格同一栏 那G栏 所以呢 得到就是G1的资料 也就是说 他会把G1的资料呢 帮我把它带到指定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后瓜糊一下 好 基本上理论应该就ok啦 这样子的话 程式基本上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回圈 加上什么 加上逻辑判断 诶 看一下结果会不ok 所以把找到的哦 从第一列里面的同一栏资料 帮我把它带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诶 没错诶 G单位找到了 ok 但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只有找一个人 如果要找全部的人怎么办 诶 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不就是Sales的第二列的 第A栏 那你可以把2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哦 你可以在外面再包一个 我的习惯是先打 Enter一下 TAB键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 第几列 那你可以向下追踪啦 如果你不追踪的话 Ctrl向下也可以 到50 所以你就是2到50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然后呢 再把刚刚的这个for回圈搬到这个forNAS里面 然后记得选起来按Tab键 然后呢 把这个 刚刚只有A2嘛 改成i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他会先找高明明 再乘小明 再留12 以此类推 然后抓到哪一个 所以我一样哦 这边把B2改成Bi 好 理论上应该就写完了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哦 如果执行结果哦 假如跟右边的这一个栏结果一样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写对的啦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诶 看一下 诶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好 基本上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呢 刚刚基本上我只有多写一个部分 就是呢 在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本来是找高明明 那我要找全部的话 就是从第二列一直到第50列 有没有 每一个哦 所以呢 forI等于2到50 然后多一个NAS 然后只要把这个A 前面这个本来是2 改成Ai就可以了 这边Abi就可以了 诶 其他都没有动 这样子 程式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当然你如果再多学会一个 会让程式的执行效率会更好 哪个地方呢 不过你想说 诶 老师这个好像没什么感觉 也就说啦 其实理论上 因为你要找的高明明 他只会有一个 所以他这样找 1234567 找到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就不会 后面就不会有第二个高明明 也就是说呢 找到之后 应该就不要再找了 可是问题哦 我们刚刚的程式是这样 反正找到了 不管 还会继续找 底下其实就多做工而已啦 所以理论上 假如说已经找到了 你应该在这个底下多写 你就不要再找 不要再执行那个 4回圈 叫 What is this for 意思就是说啦 你如果找到的话啦 那你资料call过来之后 你就不要再继续跑这个回圈了 找到了不要再跑了 OK 不过哦 理论上你不写这个 跟写这个哦 以这一题来看 其实基本上哦 差异性并不大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应该理论要快一点啦 不过因为哦 这样 如果不写 比如说前面 单颖号好了 清楚我先写 清楚的话就是 这边再写一个sug 清除的话我们也要用range 然后帮我把b2到b50 等于空的就可以了 好 再多一个按钮 可以清除 好 那你会发现哦 我现在哦 没有isit for 执行 跟我这个地方哦 有isit for 执行 其实说真的啦 相差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秒 所以哦 其实不加也没关系啦 但是跟各位讲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边要查的资料 范围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没什么感觉 可是未来 如果你的资料量很庞大的时候 啊 你加了就感觉 其实就差蛮多 所以顺便讲一下 这个加跟不加以这一题来看哦 影响不大 但是其他地方 如果资料范围越大 那当然差就差很多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找哦 找个100万笔 他可能在前面1万笔的地方就找到 然后后面99万笔就不用再找了嘛 那不就省掉了 等于是99%的时间 就一次for 但是如果你没有 那就继续找 那主要原因 因为现在电脑太快了 所以其实差异性不大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是 所属单位 然后清除 那程式部分的话 在云端上也有 请各位试着找找看 我这边还有一些重点说明 OK